正常速度 預備 And action 打鬥過程的叫聲 動作演員們也都1比1還原 你能想像嗎 這些動作是不到10分鐘前 才設計出來的 汶澤先終極小禪 然後可能會滾 然後先過位就好 過位之後利隆就上了 門外漢聽這些指令真的不煞煞 但腸上的大家瞄懂 仔細看 直續的人在旁12成絲 時而搭配雙手像在腦中彩排一樣 要讓每個環節天衣無縫 他是動作設計紅氏號 2023年上映的電影就有9部動作指導 動作設計都是他 金馬六時最佳動作設計獎 無部入圍 紅氏號佔了三項 紅氏號第二度獲得金馬肯定 評審認為設計貫穿全片的動作戲 執行難度是聽效果 把戲劇衝突推到巔峰 但他覺得最難的是跳樓場面 我曾經跳過的人都覺得 有點臭臭臭的時候 我要怎麼讓其他人 也可以去參與這個科技 所以我們就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大概可能兩三天就跳一次 從矮的地方跳 因為他們兩個人跳 有可能會兩個人撞在一起 那個非常可怕 因為我們第一次試的時候 就有點重疊了 然後就有點危險 然後他們也有個脖子受傷 膝蓋受傷 展現精彩動作 但最高原則還是安全 紅氏號最能瞭解這件事 回顧他的動作人生 從小時候愛看李小龍的電影 被身形 動作 氣勢 正哲 高中時因緣際會選擇跆拳道社 或許每踢一腳 喜歡的程度也越來越高 但比賽的時候就會有點挫敗 因為我是算是 高一升高二的時候才學 但是去比賽的時候 其實遇到的對手全部都是國小 跟國中都開始學的 所以其實很挫敗就覺得 我是不是要再更努力一點 才可以去超越他們或是怎麼樣 你不是那種心意放棄的人 這樣停下來 算是 就是有點執著 就是喜歡這個東西以後 就盡可能把自己能做到去追求到 紅氏號的執著 一路到了大學畢業後 2013年參與痞子英雄二部曲 凌雲再起 當時他只是個地生演員 碰到後萊塢動作團隊 手把手教學 開啟全新事業 尤其是有遇到一個特技演員 跟我們說 因為那時候 年輕嘛 成槍就覺得 這邊我不用穿護具 但他們會 就跟我講說 請你一定要穿 因為你想要做特技演員 一輩子還是做一下子 如果你想做一輩子的話 你就照顧好自己 即使再簡單的動作 你都要穿護具 因為這是對女 跟對這個劇組的責任 這句話或許成為了一個 當頭棒賀 畢竟紅氏號 還真的 是想做這行一輩子 當了幾年特技演員 難忘有回 面臨生死關頭 陳鳳那一次的時候 然後就跟我說 要去替演員 做一個墜海的動作 然後他們會在很近的地方 拍很淺 結果去到現場的時候 超 離岸超遠 然後超深 不會游泳我的我 要從這邊游過來 然後躲掉鏡頭 然後再上來呼吸 然後拍 對 然後拍了三四次 我就覺得 就從這刻起 紅氏號更加堅定 從前置準備 就要滴水不漏 2017年目擊者裡 除了是主角 莊凱勳的替身 還負責動作指導與設計 這時候的他 在台灣影視圈 已經五人不知 五人不曉 1 2 3 3 2 1 2 2 3 2 紅氏號 也不過拍三十五天 但是我們要打二十天 這次海產店的打到火鍋 還算是台灣沒有嘗試過的 然後其實我們在 今天的時候 我們還滿心期待 結果很酷 會拍出很... 很好玩有趣的東西 但開始執行的時候 玩都好大 因為之前還沒有這個經驗 然後台灣沒有人做 還有吳康仁主演的狂圖 幕後推手也是很嗜好 野心很大 想要做出台灣沒有做過的東西 得不其然 第56屆金馬最佳動作設計獎得主 就是他 創下第一個 拿到這個獎項的台灣人紀錄 然而他想要的不只是得獎 他用名字協音成立 四號動作影像工作室 積極創造出台灣風格 在狂圖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有一個對設計 更有憧憬的感覺 就是一定要做出自己的 動作風格 或是台灣的動作風格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到 完全輔助電影的狀態 就算大家看完會覺得 不知道到底是誰的動作風格 是不是紅四號的 我覺得不太重要 但我希望大家會覺得 這部動作 這部電影的動作設計 很符合這部電影的風格 紅四號坦言台灣類型片 動作片已經越來越多 也達到另外一個境界 雖然對動作指導來說 已經不算難 反倒是特技演員 將有更多考驗 但最難的是我們所有的 可能是基層或是特技演員 我們的身體能量跟素質 跟我們能做到的專長 能到什麼程度 或可能我們以前拍的 都是一個人撞車一個人跳樓 會不會有一群人被撞車 一群人被跳樓 這東西我們執行出來 我們找不到這麼多人 那就是我們特技的能量不夠 也是因為如此 工作室也進行電影動作特技 人才培訓計畫 無論武打 功夫 鋼絲 要孕育更多人 能有滿滿自信完成動作特技 紅四號更期待未來 能有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 展現寶島實力